大家好,我是温铁军 我们这次跟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 是关于城乡社保的公平与否的问题 这个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很多议论 我们是想给大家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 以方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们先得把这件事情和改革以来 农村税费改革 以至最后完全取消了农村税费之后 农村中各项开支 包括社保开支 它的主要来源 把这个问题先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在改革之前 农村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在那种情况之下 其实就像城里的单位 是包括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开支 那个情况差不多 农村中的各项社会开支 包括老人 包括孩子的教育 包括看病等等 所有这些开支呢 其实都是由人民公社统筹的 那那个时候没有明显的这个差异 只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很好的医疗服务 教育服务呢 那大家情况差不多 这个集体化和单位制 都是让一般群众能够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这个制度设计 但是后来呢 确实有很多分析认为当时人们呢 没有得到这个相对比较有效的社会开支服务 比如说教育啊 医疗啊 等等 认为呢 这些属于社会福利性的这个开支呢 实际上城乡一般居民得到的服务程度是很低的 这个说法呢 很多这个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不参与这种讨论吧 只是告诉大家过去呢 实际上这个体制 城市用单位制 农村用公社制 来提供基本服务的 至于提供的多和少 这个效果到底好和坏呢 那恐怕也很难用今天的人的眼光 来做评价 我们只是说呢 它历史上是这样的 到家庭承包制以后 那人民公社解体 撤设建乡 撤队建村 也就过去的公社这一级呢 就改制为乡镇政府了 那大队这一级呢 改制为行政村了 那生产队这一级呢 改制为村民组了 农村中的资产 基本上是分配到户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能够满足农村 一般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教育啊 医疗啊 养老啊等等 这叫三个基本公共服务 那当时呢 留下了一个制度 叫做三提五统 叫三项提流五项统筹 三项提流呢 主要指的是管理费 公积金和公益金 大家也都知道 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这三项提流 基本上是满足 行政村这一级的基本开支的 但当时因为很多地方呢 在集体资产分包到户的 这个过程中 有意识地保留了 相当一部分土地 或其他的山林啊 或其他的资产啊 没有完全分配 有些地方呢 原来设对工业 比较发达的地方 那这个工业不好分 它不像土地 可以按照地块的大小 这个土地质量的好坏 那把不同的性质的土地 可以切开分散 分包到户 可以完全包给农民 实际上就意味着 土地的这个财产关系呢 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分配 但是因为企业的资产不好分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苗圃啊 像园林啊等等这些 它也不好完全分 它总之是可以分出一部分股权 所以当时呢 就形成了以股来带这个食物这样的方式 那就等于集体呢 保留了相当一部分集体资产 那这部分集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呢 就主要用于村这级社会开支了 无论是修桥补路啊 还是养老医疗教育等等 那这个整体上呢 应该说还算是 特别是在这个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 那这个整体的社会开支还是有来源的 但是在相当多的欠发达地区 由于本来村集体就没什么资产 那土地呢又基本上分光了 那村集体呢就得靠 所以这三项梯流 就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那其中呢 像公益金农村中的各项 比如说观寡忽独的这种照顾 就得靠公益金了 那公积金的没多少 很大程度上和管理费一块都是由村上做开支了 所以客观上看呢 发达地区因为保留了相当额度的集体资产 或者保留了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没有分 所以它可以用这部分收益来满足社会开支 这样就产生了村和村之间的差别 相对发达一点的地区 比较好点的村 它能够满足基本开支 甚至能够本村建公园啊 搞一些更为丰富一点的社会开支 那欠发达地区呢 有的就连基本的养老啊 这个看病啊等等 这些都很难满足 所以当然这些欠发达地区 相对贫困点的村呢 这个民办教师的工资也就发不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差别呢 其实是挺明显的 后来到90年代 应该说进入一个连续发生的宏观危机 不断的这么一种客观情况 那个时候的宏观形势比较复杂 我们不详述 只是说呢 当时国家能够给农村增加的建设开支 或者是社会开支是非常有限的 我印象里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人口的开支 只占全部财政的3%以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农村中的这些社会开支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那客观上呢 就是农民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啊等等这些事情 甚至养不起老的这些呢 也就确实是存在的 那到了90年代 就相当多的政策部门的人呢 比较认同当时西方的制度体系 尤其是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 那就要求农村必须把这个财产呢 尽可能的私有化 所以这时候呢 90年代中期 就93年94年前后 兴起了一股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改制 其实就是私有化改制 相当多的乡镇企业因为有负债 那它的资产又不被承认为资产 所以这样呢 就很大程度上就出现了一种潮流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债务背过去 这个资产就归你了 所以客观上看呢 这个时候呢 就农村中出现了一个普遍的趋势 就是过去能够承担社保开支 养老开支 医疗开支 这些村呢 也因为它所依托的财产 也就是乡镇企业的资产被私有化了 所以它就没有这部分收益了 在土地上的那个年代也安排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吧 也就是说 差不多在二轮承包的这个阶段上 就有文件呢 要求把过去村集体所占有的土地 一般村集体都在当年吧 家庭承包分地的时候呢 都保留不少于20%左右的土地 由村集体统一发包 发包所产生的收益呢 就用于村内的公共开支 但这一次二轮承包的时候呢 就要求所有的土地尽可能分到户 村集体如果要保留 也不得超过5% 那这个5%就相当于维持村干部的那点补贴工资了 所以呢 这个原来村集体能够对光寡孤独啊 对这个老人或者对病人有点照顾的这种开支呢 也就基本上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90年代 当然客观上又是税费改革 地方的税收占比的大幅度下降 那只要下降 它就会层级的向下转嫁 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地方政府对农村基层的这个开支 是非乎其微的 但是它从农村提取 特别是从农民的这个税费负担上的提取 却是不断加强的 于说在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农民负担高达30% 就三分之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呢 农民承受的负担重 它的收益低 那应该通过财政二次分配 在农村地区推行的这些基本保障呢 又辽胜于无 再加上集体资产又被下降的 特别是集体土地 它顶多只能保留5% 要求是分光的 那在这么一个制度安排之下 又没有事先给农村中的这些养老啊 医疗啊 留下必要的制度收益 然后从那有个制度来收 对吧 你才能再往下做二次分配吗 那这个东西相对来讲不是很健全 这个客观上演化成了农民当时负担重 但是其他的各项工艺开支呢 远远不搭位 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 那也因为这个压力 就导致了九十年代后期 因农民税费负担过重 农村贫困问题导致各种社会保障 无法落实 那这个情况呢 就演化成了九十年代末期 推动的农村税费改革 这个九十年代农村税费改革一直延续到进入新世纪 因为多次改革都没有真正取得成功 农民的税费负担不断增加 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也大量增加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最终就决定逐年取消农村税费 我们知道九八年以后的那次农村税费改革 是把当时的三提五统 就本来是原来公社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 大队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 分为三项提流五项统筹 公社这一集呢原来是五项统筹 大队是三项提流 后来改为乡镇和村的时候 就是乡镇政府五项统筹 村这一集是三项提流 合在一起三提五统来负担农村社会开支 包括负担农村各种管理开支 把这个东西过去占到农民税费负担的60%以上 有的地方呢是超过70%的 而国家的正税 只占这个全部农民税费负担的30%左右 那于是呢就干脆把正税提高一倍 就给出了一个百分比 然后按照这个百分比呢 加到这个农业税上 我印象里是当时提了一个8.4%的农民税费的比例 就变成了农民税费负担的总额 然后用这个呢上交到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再对农民做分配 然后再给你加一点哈 让它能够满足农村的开支 实际上这项改革一推出很快 就因为它不能有效的去满足农村基层开支嘛 于是就很快就不能说失败 但是很快就失效了 是因为它实际上农村基层的开支越来越大 再加上很多乡村的各种事业单位呢 它仁服于事 这个也是一个客观情况 就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 他们的这个后代 你总得给他们做个安排啊 于是农村中那些 比如说计划生育啊 或者是工商所啊 等等七所八占 它的人员就扩张 据当时的这个有关的调查 当事人的调查 一个农村财政所能有108人 当时叫做108财政干部 这些呢 其实大部分都属于要靠三提五统 或者要靠农村中的税外的收入 于是乎呢 投税轻二税重三税 是个无底洞 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 反而进一步复杂化了 就是我们必须将战争 放在资本流转的 一个大的背景下来思考 当西方的资本 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 进一步推进 它的产业资本扩张 和金融资本扩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看到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 非常美好的说法 推进你们的改革 推进你们的开放 帮助你们的人民 得到更好的福利等等 我们也都知道 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 都不是被外部问题 造成的严重困境 而很大程度上 都是内部问题造成的 任何一个国家 都应该尊重城市劳动 不应该尊重崛起 只有在一线政策部门 对 你就知道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真是问题出在哪了 有一个宏观的视野 能看到天下 在这边的国家 都有好想的 Real 大地楼 只饱看到